我叫Dennis姐,DNA集團的執行主席 我們旗下有三個品牌 DNA的H-Polymer,就是我們的編友 另外一個就是Lawrence Lawrence就是做一些皮的後處理 例如鞋袋或皮廠的後處理 另外一個品牌就叫做TC TC就是做一些高性能的塗料 其中有一些材料就是我們H-Polymer用的材料 牽涉的行業比較廣泛 但如果關於一些皮、時尚業、手袋、鞋 就是Lawrence和DNAH-Polymer為主 我們是全行業裏面 我們是第一間做BioBase的產品 亦都是拿了美國農業部USDA的認證 現在是跟我們合作中的時尚品牌 有專門用這些產品在他們一些可持續的項目裏面 疫情幾年經營環境變化都非常之大 2019年我們是有放置的 之前我們也有放置 今年也在這裡繼續 我看到基本回復得很快 即是無論是客戶、人流 我覺得都可以的 我們在日本或東南亞的比較多 都不是說有很大的分別 但他們今次過來 例如BioBio過來 他們比較著重找一些可持續性的物料 或者是找一些類似生物機那類的產品 還有他們對於有甚麼可以激發到他們創作的靈感 我覺得他們是加強了這方面 應該是生意相對來說是比較困難做 那些人就要想多一些東西 一個交流的平台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行業裏面 其實都已經真的很多年 有很多朋友 大家可以見下面 亦都有一些 譬如說是Designer 一些新的客廂 他們會過來 這樣看我覺得這個平台也很重要 如果不是我們也不會繼續放 對於我們 譬如說有些特別的效果 特別的產品他們有興趣 他們會要求我們提供樣板 其實都是有不少的 特別是看到我們現在 我們推出了很多特別的效果 或者是這些包的產品 他們都是非常感興趣的